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计划从2019年开始在24家这种平价超市和便利店实行 到现在已经省下超过3000万个塑料袋 买买买 拿拿拿 吃的喝的用的 外加一层又一层的包装还有购物袋 每次买了东西 你有算过制造了多少的包装垃圾吗 为了配合各国废物管理的措施 国际企业保洁公司从包装设计处手 尝试减少塑料包装 比如缩小咳嗽糖的独立包装和塑料罐 保洁公司的科研人员也在洗发精的塑料瓶中混合了再循环的塑料汽油 或是用可以无限循环的铝替代塑料瓶 并用同一种塑料材质来制成填充带 确保塑料包装能再循环 原本混合了不同塑料材质的瓶盖 现在也能再循环了 去年7月 我国环境局推行《产品包装承报框架》 强制要求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业者承报他们所使用的包装种类和数量 并提交如何减少包装的计划 新加坡环境理事会提供业者这方面的培训和咨询 解决他们解决有关包装垃圾的问题 因为塑料垃圾 特别是包装垃圾种类繁多 所以问题比较复杂 不同的商家会有不同的包装材料 甚至有些商家会有百多种包装材料 所以他们应对的措施跟这个计划都不一样 有些商家比如说他们的材料比较单一 可以重新设计 把它用一种塑料可回收材料来包装 这样就方便回收 环境局也计划在两年后实行押金退费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 饮品的价格将包含一笔小额的押金 等到消费者归还空瓶罐后才能取回押金 而饮料生产和进口商则需要根据他们的供应量 参与出资设立押金退费系统 回收流入市场的空瓶罐 压金退还计划针对的是BD材料 就是一种垃圾的材料 它能够让民众知道这个塑料垃圾是可以回收的 并且鼓励他们去把这个垃圾放回回收站 或者是自动回收机 随着环保意识提高 人们近年来也开始了解到浪费食物带来的负面影响 环境局在东海岸人工湖美食村放置一台艳氧消化器 原地把厨余转化为能源 如果食物垃圾不处理好的话 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比如错位还有害虫滋生的干扰 食物垃圾也能造成其他的垃圾污染 所以它需要特别处理 因为它是烟氧发酵 所以不需要空气流动 所以它的系统里面全部是蜂蜜的 就那些臭味道还是其他的云种就不会发出来 倒入的食物垃圾在和非食物垃圾分开以后 将会经过压榨处理 并存放在大型容器里 过后 艳氧消化器里的微生物会分解厨余和产生沼气 沼气在过滤后将转化成电力 供小贩中心里31架电风扇和两架手机充电站的用点 留下的馊水和细小残渣 由国家公园局用来给植物施肥 我们小贩跟它分类 食物垃圾跟没有用的垃圾 那些巴斯特的手机 另外分了 我们就给它食物的垃圾 可以发电的 就另外放一个 带给他们这样去发电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麻烦了 对我们免费的电也是算一点空险也是好 这个小贩中心每天出产的差不多 100到150公斤的餐厨垃圾 如果我们把全部就拿来转化的话 就可以转化成差不多 10到20千瓦小时的电 这就足够把这30亿风扇超动一个小时 如果拿来充我们的手机的话 好像是iPhone 13最新的那款 就可以拿来充十部这个iPhone 13的电 在地转化厨余为电力 创意的解决部分垃圾问题 但是根治问题还有待大家的努力 要解决食物垃圾的问题 首选的方式当然要先减少它的产生 这取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好习惯 比如在餐饮的时候 尽量不要多点菜 刚点到为止就好 尽量避免食物垃圾的产生 除了包装和食物 电子垃圾是我国三大垃圾来源之一 电子垃圾里头有很多有害物质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对环境对人类危害很大 今年当局加大力度推动电子垃圾的回收 除了科技产品 大型家电也占了我国电子垃圾的一大部分 广告后续看看电冰箱的回收过程